欸 前面還怎麼回事 欸 欸 什麼 等一下 它是外掛嗎 它不是掉下去的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春春 那今天要來玩的是我們的 新手練習車 要用我們的板車來挑戰我們的 排位賽啦 好 那首先第一場選到的是哪一張呢 喔 積木樂園玩具禮物工廠 天啊 這一張賽道 板車耶 旁邊是什麼 爆裂嗎 板車真的是超可愛的 沒關係 我們就來玩看看 畢竟現在排位還沒有那麼高 我們來享受一下用爛車 挑戰排位的感覺 他除了速度慢之外 連對抗都很爛 直接被撞歪 補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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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唷 都是真人喔 太好了 我要展現板車的價值 雙甩 脫飄 有沒有 這一個 脫飄過後 唉唷 來到第二名了 欸 前面還怎麼回事 欸 欸 什麼 等一下 它是外掛嗎 它不是掉下去了嗎 欸 那這個 流星消失是 你是 這是Bug還是外掛 還是它是想要開外掛 結果發現是春春 還是 忍不住 不開 忍住不開 它剛剛怎麼回事啊 不知道卡電車在那邊看回放 剛剛直接 消失又跑出來耶 欸 怎麼過不去 欸 速度太慢嗎 欸 我的第一名 不 那個流星 它現在不開外掛了嗎 可以可以 我要跑第一 右甩 直線 第一了啦 可以可以 欸 直線 直線 太慢了 板車 直線 直線 直接被海放 好啦 第二名 我們 那個究竟是不是外掛還是Bug 還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那個 我們等一下 就是給觀眾去 分析吧 哇 第一場板車體驗 第二名 好 第二場選到的是誰喔 這個 屍城狂飆 WKC系列的 就是 比較簡單地圖其實板車很 很吃虧 因為其實 這種簡單地圖就是 拼基本功 那你板車就是速度慢 這個 簡單的說就是不好跑 你選藍的地圖反而有機會可以跑 跑第一名 沒關係 我們展現自己 這個 板車 拖飄的一個價值 喔 喔 會跑 拖飄 拖不滿 好難跑 直線 輸很多 喔 拖馬還被撞 可惡 加油 板車 第四名 直線 段位 板箱機器 追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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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我不滿耶 這速度超級慢 而且前到這種關卡真的是 直線直接被海放 我們都不客氣 有 前面撞了撞去的喔 看有沒有期待尾流 過一台 第三名 要不要拖飄 欸 那個茶梯小魚了 要怎麼跑一跑 又消失一台了 沒關係 不管了 我們直接 第三名 撞一個 喔 尾流吸到了 喔 有有有 板車 還是有機會搶第一的 靠雷斯 技術 尾流 喔 尾流 有有 直線還是海放啦 被海放 這個左甩 兩顆蛋器 有機會 他的氣太短 被拉開 這個直線直接被拉開 可惡 最後沒什麼超車點了 只能騎完 他們失誤了 看他能夠吸到尾流 他怎麼拖到拖沫 哇 這樣我吸不到尾流耶 這樣沒辦法借力實力了 第一名太遠了 最後幾關到 我們來到第二名 投票 拖到最極限 有沒有機會 沒有 板車太慢了 左甩 再 倒數兩個 哇 有沒有機會 第一呢 右甩接 左甩沒滿 好啦 沒機會了 這直線數太多了 好啦 我們跑第二 好啦 那個 板車確實這個 直線的一個 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 其實我開板車在排位賽這種 比較低端的場 跑起來算是比較刺激 因為大家實力都差不多 比較不會每一場都跑第一 滿無聊的 好 加四分 雙 最好幾個 究竟會選到哪一張呢 呃 裏約 裏約滑坡 是一張下坡道 旁邊好酷喔 尖峰SR嗎 呵呵 他的車型是劍鋒SR 甩一個 喝酒醉了 不要撞我 我會留西一個 差點撞牆 有機會低 上去吧 可以 網路怎麼不太好啊 電燃補器 真的開板車的時機都差不多耶 想補器補木馬 覺得尷尬 追不到 前面只要不失誤我真的沒機會 撞牆了 好啦 沒招啦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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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事沒事沒事 好啦 這場我們守第三個就好了 好啦 板車之旅 我們今天先總結一下 板車就是 在這個排位賽 如果你有一點實力的話 就是會 跑起來很刺激 再來是簡單地圖 就是如果對手會跑的話 要追到的機率非常非常低 那今天的體驗就先到這邊 我們後續會要持續出板車 跑排位賽影片 我是春春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觀看 粉狀